大家好,我是麥珊 嗨,我是露 那今天呢,我們要分享的主題是 好,那身為呢已經在外面租房子近兩年 跟兩年多的人來說呢 就是我們有歸納出一些 我們覺得在外面租房子 或是你是住宿舍 都非常必備的一些小家店 然後這些家店的都是以 家用品跟烹調用具為主 沒錯 那我們就直接看下去吧 GO 好,那首先呢,第一款就是要介紹這個 介紹的 日向的電熱水瓶 這個電熱水瓶其實我蠻推薦的 第一個是因為它的外觀 非常的美心跟簡約 你看白色的 白色就整個跟居家風格很大 然後再來呢 它只有一個按鍵就是這個 開屏鍵 你就這樣按下來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裡面注水 那它在裡面是有顯示刻度的 所以比如說 你今天要燒500cc的熱水 你就直接倒在那個刻度上就可以了 然後它按下去之後呢 這邊是還關鍵 就是操作起來非常的簡單 像我就是習慣每天早上 不要自己泡一杯咖啡來喝 有些豬屋族的外面的飲水機 可能是比如說整棟 可能只有幾台 就是早上那邊搶也是相當不方便 所以我覺得不妨你就在房間裡背一個 然後你隨時隨地想喝熱茶的時候 又可以自己泡 我覺得用才非常的順手 就是很推薦大家就可以購買一個這個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 接下來呢 是豬屋族應該是最熟悉的 小配件家電 這個 快煮鍋 然後呢這個是 鍋寶的快煮鍋 然後那個快煮鍋就是很方便 因為它這邊它是一個旋轉按鈕 然後你可以開火鍋 或調大調小這樣 因為它容量很小 然後就是你可以適合一個人煮泡麵 或是一個人煮鍋物類 就很適合用這個 然後因為快煮鍋它都有安全保護裝置 所以它這邊有時候會自己跳掉 所以我覺得對於安全來說是蠻有保障的 整體來說是一個便利的小幫手 因為如果你家沒有就是電磁爐 或是瓦斯卡式爐的話 用快煮鍋可以料理出非常多不同的料理 不過因為它這個裡面 內層通常都是不鏽鋼鋼 所以就比較不能煎 因為會很容易沾鍋 不過煮麵湯類的東西它都是非常適合的 還有大家有發現它的 鍋蓋是很利錢 這是它告訴我的 因為現在非常多鍋具的 我剛才都會做一個把手 它這個把手一方面讓你方便提取之外 然後接下來也可以立著 這樣你才不會這樣子 整個都是熱的跟蒸氣 就直接貼在地板上 這樣子對地板來說非常傷害 或是你的桌面 你可能也會有一個 就是熱氣的那種一個圈這樣 你就可以把它立著 蠻方便的 嗯 這個我們也是非常推薦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 台灣人的驕傲 大空電鍋 先給大空電鍋一個掌聲 這個電鍋大家應該也對它不陌生 每個家庭幾乎都必備一個嘛 然後它的用途就當然是非常廣泛 比如說你要煮飯 蒸湯 滷肉等等 就全部一鍋到底幫你完成 然後我們當初買這一款的時候 它裡面有附一個這個 層架 哦 對對對 然後可以電鍋 嗯 它會附層架 然後附一個小的鐵鍋 然後再附個飯勺 對飯勺 跟那個涼米杯 就可以倒水 這個清潔方式呢 就是我之前有特別查了一下 就是譚敦慈女士有說 就是如果要清潔電鍋的話 放入檸檬 然後如果你沒有檸檬的話 醋也可能用醋跟水 或是檸檬跟水 蓋過去你要就是清潔的部分 然後讓它煮滾之後悶一下 然後再清潔的刷掉 就會很乾淨 沒錯 這就是非常推薦啦 因為我們畢竟也很常用電鍋煮東西 接下來是這個 然後氣炸鍋呢 就是大家如果不認識它的方法 它其實就很像是烤箱 不是油炸 它就是以烤的方式為主 這樣 這一台呢是Future Lab 未來實驗室的 然後它這個體積呢 是我們目前找到最小的 哦 因為我們的房子就也很小 所以我們就找一台小聲一點的 沒錯 對可以簡單示範一下 它這邊它有開啟之後 就是觸控的螢幕 然後按了一下之後呢 右邊這邊是調節 溫度 然後左邊呢就是時間 確定好多 你再按一次開啟鍵 它就會啟動 對 它這一台呢 我們覺得很聰明的方式是 就是你中間 比如說你好了10分鐘 你5分鐘想要翻面的話 你可以直接拉出來 翻面完之後你再插回去 它就會繼續在轉動 就是它會有記憶的功能 覺得蠻方便的 然後它體積就小小的 使用到現在呢 整天來說我們是很滿意啦 不過就是還是有一點點 小小可以在改氣的地方 就是它的溫度上限就是200度 對 就是沒有到那麼高溫 不過對於日常使用來說 液晶非常夠 好 那我們就下一個 電烤盤 然後它是分成 右神奪淺的方式 然後它的操縱方式 一樣非常講義 就是有大火小火跟開罐 然後它兩邊的開罐是分開的 它有附一個蓋子 就是你可以這樣子蓋起來 它這個一開始的用意是 這邊煮泡麵 這邊可以煎一些 小熱狗啊 蛋啊 這個對我們來說 最大的用途就是 第一個拍拳連開槍 第二個用韓式烤肉 第三個 就是不想要開太多鍋子的時候 這一鍋就可以煎到底 很方便 沒錯 接下來來到最後一個 就是這一個 循環扇 重點是它的體積非常的小 然後它這個呢 其實是空氣循環扇 可是它也可以煎過電風扇功能 然後它這個非常酷 它這個頭可以這樣 它可以轉到180度 它可以直接轉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對著 比如說你家的廁所 可能特別草率 你就可以這樣對著它吹 然後它下面的模式 有很多個 比如說是靜音強中大 這頭可以固定著 也可以讓它旋轉 我們可以讓大家看一次 它的動手 這樣子的話 就是它是靜音 而且它的靜音其實算是很安靜的 跟一般人這種閃來的 然後它的頭也是可以讓它擺動的 比如說這樣子 它是可以轉的 而且它轉的幅度其實蠻大的 它可以轉成這樣 超屌的 對啊 其實蠻方便的 而且它其實大小還有分蠻多種 然後就比如說你的房間比較大的話 你可以依照你房間的評數 去選擇相對你的大小 然後這個呢 就是買到現在我個人也是很滿意的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怕熱的人 就連我們拍影片旁邊都一定要放著它 不然我真的就會覺得 啊 我們拍影片是不開冷氣的 對 因為會收音會很吵 對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我必備的好物 就是推薦大家一定要買一台 好的 而且重點是它不貴 循環扇跟電風扇不同的點 就除了它這個頭可以擺動之外 就是比頭可以擺動 循環扇的功用啊 就是說讓房間的空氣可以對流 哦 對對對 然後你房間比較潮濕的話 你也很需要一台電風扇之類 讓那個濕的地方吹乾一點 嗯 趕快吹一下 好的 好熱啊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個是 認真用生命在推薦的 六款居家家電 然後非常適合小資族 租屋族 或是學生族 其實也都可以 那最後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忘記 按讚 訂閱 留言 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哦 掰掰